英国7月29号惊传一场泰勒斯主题活动发生了攻击事件 导致三名孩童的死亡 尽管嫌犯警方证实了嫌犯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不过网路上仍然疯传说嫌犯是移民 英国极右派团体利用民众对少数族裔的恐惧 煽动示威者袭击穆斯林的社区跟警方发生冲突 在各地引爆暴动 熊熊大火照亮黑暗的街道 好几辆警车联合封锁现场 画面触目惊心 店家遭到纵火烧得一片金光 街道上浓烟密布一片狼藉 英国7月29号一场泰勒斯主题活动发生攻击事件 导致三名孩童死亡 网路上留言四起 谣传嫌犯是移民 点燃及右派怒火 愣而上街游行跟警方对峙 警官警方证实嫌犯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即右派团体却利用反移民情绪 煽动示威者袭击穆斯林社区 跟警方爆发冲突 大打出手 示威民众情绪激愤 投掷木板石块 逼得警察一路向后退 英国3号起 各地发生暴动 几周前刚上任的首相施凯尔 面临巨大挑战 施凯尔4号发表声明 严厉谴责暴力行为 反击右派团体也走上街头 呼吁民众不要让仇恨继续扩大 当地居民拿起扫把 同心协力清理街道 警方表示 目前已经逮捕上百名示威者 并加派人力支援 英国内政大臣古博也强调 任何暴力行为 都会受到法律制裁 确定此编译